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美国 这次访问其中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说服川普不要退出伊朗核子协议 在白宫联合记者会时 马克宏主动提起伊朗核子协议 不过这下又被川普逮到机会 趁机酸欧巴马政府 川普批评当初欧巴马政府同意加入这项协议 是个非常糟糕的决策 马克宏表示会在眼里改进新的伊朗协议 记者会席间马克宏企图说服川普留在协议当中 他提出四大面向 包括2025年前阻止伊朗任何核子活动 伊朗长期停止核子活动 将洲际弹道飞弹计划纳入协议 以及限制伊朗在中东地区活动 对马克宏的想法川普表示认同 不过被问到5月12号是否退出协议 川普又回一句到时候再看看 似乎心中还有疑虑 对川普的举旗不定 伊朗总统鲁哈尼则提出警告 如果美国退出核子协议将面临严重后果 对此川普也回呛 如果伊朗想以任何形式威胁美国 将付出很少国家会面对的代价 新闻时事报都有如整理报导 修理换 今晚点到新闻时事件 新闻时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